三天的时间与花莲同步连线 要保持网络的顺畅 也要让回馈反应能够及时 硬体软体都要兼顾 资讯团队绷紧神经 很大的会议 电脑方面的问题 硬件方面的问题 软件方面的问题 个人问题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 可是大家呢 就是我看到一次 整个团队的力量 就是大家真的能够随时的互补 受到疫情的影响 国际慈悸人因年会 改采云端相会 也同步翻译了会议内容 十分接地气 异国他乡 人间菩萨道招生 如果我们真的要做到 实际在这里 有生根下去的话 我们必须要年轻化 本土化 这东西一定要做 在美国有400多位学员 有一半是首次参加 此际医疗在地化 又向前跨一步 有更多的诊所要标 还要有更多的菩萨要接引 才能够达到最终的目标 就是在美国有慈祭的医院 三天的活动 克服时间和距离 共同圆满人因年会活动 彼此更相约 明年再见 大约新闻之后美之公 美国综合报道